8強賽3局熬戰 力情速敵 泰國伊瑟農 4強戰面對上屆脊椎過他的印度新度 小代展決心拍下印度希望 頂峰之戰面對中國大陸陳雨菲 憑戰3局些微差距吞敗 但沒關係 小代這一間奧運路走來 讓國人大呼過癮 直接來分析 球後這回奧運之路 打法特點跟優勢 小組賽就不提了 實力有差距 從8強戰來看 跟伊瑟農這一場 兩人賽前對戰紀錄29場 小代15勝 伊瑟農14勝 雖然先丟首局 但調整過後連下兩局逆轉 前國手也是羽球教練蔡惠銘表示 這場比賽面對同樣是技巧型的伊瑟農 小代展優勢後兩局腳步一味往前截擊相當出色 過場的進攻端的部分來講 也都是非常的有威脅性可以去壓迫對方的防守 那不過小代還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技巧 就是他的一個反手拍的回擊 即便是他在做一個後場的反拍過渡或進攻端的部分 其實他整個的拍面的轉換 會讓他的角度 球路的回擊的落點來講 是比較不好讓伊瑟農來去做一個判斷 四強戰對上李月奧運 曾經擊敗過他的心度 兩人交手18次 小代有13勝5敗的優勢 小代的過去論文研究表示 心度仍高手長 後場扣殺相當出色 但腳步瞬間移動緩慢 比賽中常採取拼一拍的方式 適度給對手壓迫 小代不慌不忙 多次回擊 兩局不愁成功 小代的從第一局的第一分 就很明顯的把球都打得非常的快速 而且用快速的節奏 來去破壞心度的整個防守的重心 當然也很明確的 他都是多達一些主動金融侵略性的打法 來迫使得心度比較沒有辦法太多的機會 在做後長端的一個出手 加上心度在整場的比賽來講 其實他第一局是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而且在整局的一個調動上面 並沒有辦法完全的去破壞了小代身體的平衡 來到金牌戰對戰中國大陸陳宇菲 對戰紀錄 小代十五勝三敗明顯有優勢 但關鍵在於失誤掌控 賽前戴子穎就強調要降低失誤 陳宇菲得知戴子穎的罩門在於失誤率 耐心等待找機會不斷四角調動 迫使小代發生多次失誤 進而在膠著的比賽當中佔據優勢 雙方都是運用四角拉掉的回擊 來去試著嘗試突破對方的一個防守節奏 而且在整個來回的過程當中 試圖找尋自己有力的一個突擊的機會 那不過小代真的就是在往前球的處理 又出現了自己手上非收破性的失誤 陳宇菲將整個比賽的節奏放慢了速度 完全的掌控比賽的節奏 讓小代在整個四角拉掉的過程當中 平平地再去做拍面的轉換 或是變線球的處理 都出現了一些自己的一個邊線界外的失誤 球場是殘酷的 總有贏家跟輸家 雖然無緣金牌 但未來強化優勢 調整節奏再出發 不論小代是否會再戰2024巴黎奧運 這一屆東京之路 真的打得很精彩 也帶給國人最棒的羽球饗宴 TBS新聞 葉俊宏 藍明 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BS News 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